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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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气务局都行,它是那个,所谓的带着三族的那个气务 比如说炉啊,比如说那个黎行炉啊,香炉啊,它是三个族 三个族呢,它一个族上面进一个直钩 所以三个族就把他顶起来,把他顶起来 所以那个直钩啊,就很重 现在啊,在杭州这个文物市场这个直钩也很直钩 因为也很直钩,这样的修 你看, della架杉官也直接上面有老虎堵嘛 噢!那就是不得了,那是非常贵的那个那个矚取 非常贵的矚取 所以有的主板上把他用出来 有些文社店拿来卖,海外的华人呢,就渐暖了 他还像我学一样,你看,我有一个老虎堵的 上面有老虎的一个支撑 还有支撑,把他过去 我们跟各位朋友介绍介绍蓝宗官邀的鉴定 蓝宗官邀的鉴定,我们修律师官邀跟交战官邀一起鉴定 要说把这两个官邀分开来鉴定是难得固定点,没有人大的本事 我是做不到,我做不到,鉴定不出来 这是修律师官邀,他的特点是假的,交战官邀是假的 实际上古董贩子做甲骨董人,他仿假的甲骨董是修律师官邀和交战官邀 他一起仿,只要是男生官邀的东西他不仿,他绝不分开 只要赚钱就行 他只要赚钱就行,那么他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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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这个,它这个,啊 烧枕的温度呢,经过推定是1230度到1220度 其然呢,树烧肥体,再上右,高温再烧 烧枕的温度,最高温度呢,实际上应该5280度 那么,蓝宗官邀的鉴定,修律师官邀啊 我这个交战官邀的鉴定啊,第一点,第一点,我们要介绍的是 白宗官邀和蓝宗官邀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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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宗官邀和蓝宗官邀啊,白宗官邀的气形雄放壮美 规格比较大,一般的规格比较大 它体现的是北方,皇后文明的衣服风格 它已经胎皮比较厚,规格秀比较大,幼层也比较厚 它整个来讲,它体现了一种北方,皇后艺术的风格 它没有那个薄到一毫米或者两毫米那样的财皮 没有,它只是有薄胎,厚、幼,但是没薄得那么厉害 所以蓝宗官邀在艺术上永住南北,在艺术上永住南北的基础上 创造了新的艺术同志 艺术上 艺术上永住南北 艺术上永住南北 所以它是一种行政风格 另一点,北宋他的排题是浅规色,比较致密,比较厚,烧界点好 他的烧界比较好一些,好像神烧的现象不多 他没有像南方官邀啊,Series官邀啊,或那些南方官邀啊,他们墙内洗水的现象,还没有发现 我们刚才介绍的,为什么他做法门,他做法门是法门品,整品没有法门的现象 所以本整品呢,还稍微比较良好,所以他没有洗水的现象 南方官邀啊,台体总的比较多,那么有的自密,有的不清密,有的寒沙,有的不寒沙 所以除了洗,还有呢,生烧,镇烧,那么这些都有了 啊,镇烧,镇烧,镇烧就刚刚烧好,镇烧温度不低 啊,精密者,台体很精密者,在南宋官邀当中不太多 在南宋官邀当中啊,台体很精密者不太多 那么,还有这个特点呢,我们放大一句下面看啊 北宋官邀的台体,它是北方制度 北方制度呢,是泥土状的,所以烧起来啊,它是比较细腻 比较细腻,就是那个,就像那个,像什么呢 反正它,它就跟南方不一样 南宋官邀呢,它的台体啊,在放大地下面看,像岩石 像岩石,像工化岩石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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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西的壳一样,就成了多 所以,因为南方啊,实际上是原生高领土 这个原生高领土呢,它就是岩石状的,风化,风化岩石,它是岩石状的 它没有经过地下水的搬家,没有成继承,比如说,泥土状的,所以它是岩石状的 所以,南宋官邀的这个台体啊,它啊,在放大地下面看,就像那个,像那个,像那个,那个,像那个,那个, 跟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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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个,那个,那个,南北啊,封面啊,对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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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南北》啊,《封面》啊,什么的比较近的 第三点呢,呢,幼城上啊,这个,一般来讲啊,这个,这个,这个,啊, 梅韵的质感比较强 男宋有玻璃釉,有梅韵的石头釉 梅韵的石头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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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韵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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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子很多 比如说我们开会,他们考古工作者把奖品摆出来 摆出来一个长处上,大家看到又有很多种 质地上,颜色上,厚头上,都有一定的区别 但是北中官员,一个看东西少,一个平等也比较少 所以北中官员的幼城就比较少一些,幼城总比比较少一些 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 一片大小相错,排列比较有趣 排列比较有趣 那么南村官员呢,他的开篇比较细瘦 排列啊,国内性不强 而且这个是他什么 一个又压着一个开篇,压着一个开篇,一个开篇 压着一个开篇,压着一个开篇的现象,北中官员没有 他真的想冰灭 他那个冰,那个冰啊,碎灭了,冰灭的现象 南村官员比较明显,北中官员就是想冰 北中官员就是大小,大小开篇,文片,就这样就行了 他那个是压着一个片文,再压着一个片文,再压着一个片文 他有几层片文压到一起,一起开业出来 所以他这个区别还是非常的清准 非常清准 那么这个真假的区别 现在我们想坚定真,真真,真不懂,贾不懂的区别 那么贾不懂呢 在那个早期的,早期的,早期的房品 早期的南村官员的房品是北胎 早期的房品是北胎 这从而追求那个亲密啊,能够达到那个官员的退路 就是那个七十年代啊,他们南方地区 还有一些海外去,他们的那个台是北胎 它是白胎,右来也比较厚,但是一般是亲友,玻璃有,胎片比较暴力,玻璃广者也比较强 这个甲平比较明显,比较容易见底,它没有那种文论的广者,没有那么文论的广者 这个甲平,后来的房屏,后来的现在的房屏,现在的房屏它们的幼层还有幼层类没有残留的实银类物 没有像真平那样,也有一些实银的残留物,所以基本上是不理由 用纯的衣服,它的气泡是圆球状,所以用面的亮度大,颜色深,亮度大,玻璃之强 这个是容易实践的,但是有一种南宋官员的作品,我们特别要当心,特别是三柱炉 三柱炉,三柱炉它的表面没有玻璃的浮光,甚至连玻璃的光队都没有,而有一种玉的光队 而有一种真正有一种玉的光队,就像玉一样的光队 那么怎么会这个玉的光队呢,就真的是像一块玉了,不像瓷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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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就是像一块玉了 全身的比玉还细,但是又不是胎,所以还是幼 这个现象是现在新的,在市面上的南宋官员,一个最容易遇见的地方,你摸到它,非常细滑 你说它是假的吗?又可惜,又真的吗?有点将心将疑 这个是,我们是在杭州开会的时候,在文物市场上,在杭州有一条街,有一条街 晚上开会自由活动,我们到市场上去逛街,逛街去看,就会有一个不同处理的商人,拿出一个香奴 拿出一个男生的香奴,非常漂亮,很完整,香奴 那么当时我们去看看,其实我们当时对这个事情也不认识,不是很了解 这个东西,因为它形成了新技术,搞的东西,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是要看到一个才知道 我们没看到,没见过,也就真是不认识 这也感到很奇怪,但是它就是一个破绽,一下被我抓住了 它那么好一个,一个大的香奴,非常漂亮一个香奴 它说,你看,这个香奴很完整,这个收藏家,我说不错 我老先生,你如果有一收藏的话,你会有很多钱 我会有多少钱,当然要问价钱 这个问价钱,这个毛病一下暴露一下,说三十万块钱 三十万块钱 我说三十万块钱,你开玩笑啊你 因为这么好一个东西啊,最少要得七八十万或者上百万 香港有一个朋友买的一个香港,没那么好,没那么大 五十万港币 它那个这么漂亮,这么好的东西啊,才三十万块钱 而且三十万块钱就是要价的,你还可以讨价还价啊 我说你这也是开什么玩笑 我这么开玩笑,他这么开玩笑,并不是说他那个东西是假的 而是说你的东西太便宜了,看下来你 你认出来了,我怎么了,怎么认出来了 我没有认出来了,爸爸说你一定认出来了 刚才认了一臂,你一定认出来了 我说你说什么认出来了,你说吧 他说你认出我这个东西有问题 我心想呢,我是说你价钱有问题 我并没看出来的东西有问题 我说你说说你的问题,你问题在哪儿,你把人家拽打 你坐下来聊天,最后你坐下来聊天,吹个完 他就要告诉你,他这个东西真是一个价格 他这个价钱弄得起来 他这个价钱弄得起来 他那种价量,他是 他说原来一个模绿的机器 模绿的机器,现在呢,我们把它弄来 由电动来控制来给摩机器 他的胎是独沙胎 独沙胎,独沙胎现在刑访的平 独沙胎的独沙胎比那个真平要致密要坚硬 他这个胎体的表面要出现一种优秀的现象 他这个优秀就是独沙一样的红的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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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是一种规格起来的态 所以这个假的男生的官邀还是比较有力见定 所以我们把男生官邀的见定也就是为止这样 现在我们再往下看看 整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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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时候破除 这个时候 这个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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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口服不然也行 口服不然也行 哪个城市里都有提前 要特别当心 看这个东西啊 我建议远离 不要提动 不要提动 这是官邀的一个行者 那个是乡串 这个是乡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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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乡串的一个收到家 请供 请供 像这个清朝前农皇帝 他就 那个乡串的他就让你带着什么 这样一样 让那个同教王也叫什么 对 他考了我 他可能是乡串的 或者是毛串 或者是什么 垂涎 他就选了 要是乡串 这个是乡串 这个是乡串 对国家行 那是乡串 这是一个 国家的乡串 这个是乡串 他说乡串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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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有的这种形状 对对对 他这个是乡串 看一下 这是一个官邀的 这是北深官邀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现在我记不清楚在台湾呢 还是在 在日本 好像是在日本 东京过去多个 我想是 那么这个 这个东西有假的 有假的 它的口圆部分 这个下的 是比较直 这个腹部 是圆球状 圆球状 当然画得比较 有点发展 比如说这个底下 有一个熟腰状的一个 熟腰状的一个底部 那么这个一个人呢 这是一个中国人 买了卖的 360万港币 360万港币 买下来 买下来以后 他都拿到 硕士币培码去 培码去 培码是思维培码 把他看出来了 你不是假的 假的 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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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都拿到国内来 拿到国内来呢 他要我帮他 写个证明 让我帮他写篇文章 介绍他的一种形状 我说你是神经病的 我拿我来说 其实非常的紧张 所以非常的紧张 这个底下是粘住了 所以他就报废 打废完了 再往下 但是这样子 再往下看 你这破的也破的漂亮 那破的也不是他们的法序品 所以给大家看东西 看这个破两岸岛 能看到瘫 你们能够看到修武修武的眼睛 看得右看得胎 所以 因为大家都比较有一定的修养 看这东西我就不必说得太多 大家看得是仔细体会的 带我去 大家这个故事看 这另外一个故事 有色发黄 有色发黄 这个有点神骚 但是无论是哪一个位 他的底部修的非常整齐 他都没有那个毛毛沙沙的状态 是这个 你看底下还有一个吉利 这个最土人很认真 他的几度很认真 他们就是比较细心的 对称群衡 对称群衡 这是另外一个 这个是油荒色的 油荒色的油荒色可能当时是烧败的 它可能放在摇的位置不正 这个是比较正的 它就比较正的一个滑笔型的滑笔 所以它气息比较小 但是还是很大气的 如果很大 那这个滑笔型 越大的 那这个滑笔型 又漏气 我们讲歌羊 这个一个传说就是 龙泉地区的兄弟 叫张生一 张生二 那么这个哥哥 烧瓷器一次一次烧不成 弟弟烧瓷器一次次成功 所以弟弟的作品叫龙泉 哥哥烧不成它一边滑路了 就把一盆水往羊上一坨 就听了呼啰啰的响 就造成了开编词 所以以后它就专门烧这种瓷器 这种瓷器叫狗羊 实际上这个故事的传说是没有根据的 我呢 在龙泉地区调查的时候 我到所有传说 有格雅的地方去看 没有丝毫的一丝一丝 因为格雅 在那个南宋时期出现 到现在五年代也不算太远 也不算太远 就是 一一二期呢 一一二期到一一七九 正是 那它是南宋后期 那么 前八倍多年历史 七个段七八倍年历史 应该是有一些痕迹 一个痕迹的那样 而且当地人也不知道有格雅这个东西 我们那时访问了一个八十多岁的人叫宋朝 他有名字叫宋朝 有一个老古董犯 那个还是七十年代去访问 七四年的时候 他说我们地上没有格雅 没有格雅 是那些古董商啊 船桥市啊找过来买东西 让我们去挖龙泉 挖出来以后 他们说这是格雅 那是地窑 那是龙泉啊 什么东西 然后呢 在龙泉地区传开了 没有一个 那么我自己呢 在文献内记载 这个出现的 咕咕动摇 咕咕摇 这个记载 一直到这个故事完备呢 我看是花了一个多次记 这个故事的完备起来 在完备起来 实际上啊 这个 龙泉地区有一部分的窑啊 烧了受南宋关药的引起 上来受南宋关药的影响 少出了一本开天词 这个呢 是龙泉勾摇 龙泉勾摇 龙泉勾摇跟我们 传世勾摇不一样 就是胎体表述 它是得胎 它回备是有胎 它不是那个 字口体肢 不是字口 在龙泉地区 漆口 少出了 是完全是仿南宋关药 所以他们叫漆口 勾摇 也不是 都不是 真正是呢 就是这个 自灾自证直迹 源头啊 赖金峰写的这个 自灾自证直迹 这一个说 非无点高可怜的 自灾自证直迹 赖金峰这个人呢 他觉得怎么说 他说 这个 在新建在杭州 一市场上 出现了勾勾动摇 勾勾动摇的质迹 他说 质地区心 这个 这个 直哨啊 直地啊 跟管摇相似 那么 就是提供了一个线索 叫做原头 原头呢 就是在 后来在 这个 修卫士管摇 这个 老胡动摇的拔队过程 发现 它可以跟两个一起 那么 下层呢 是修卫士管摇 那么 他有一个建个 一个建个 一个建个 断档的 断档的 在那上层 在上面一层 就烧了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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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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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那 这个 和 全宿的故宫收藏的三人多款收藏的关羊和杭州 这些人帮演那个歌谣很上级一样的 也是知足提出的 所以这样呢 歌谣的秘密也不算解开了 所以它是继承了南宋关羊的传统 然后呢 烧出了这个 一个独具工具的行为指引的 那个啊 在当时叫歌歌洞的 歌歌洞的那个杭州的那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一呢 也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 所以这个鼓励呢 在写文献记载的时候有一点 实际上现在是老虎动脏 老虎动脏 老虎动脏 老虎动脏的上涨 那么这个这个 歌谣之期呢 根据我们研究的结果啊 歌谣之期啊 他有这个四个特点 第一个呢 它是核贵胜胎 质地啊 有很致密的贴谷胎 但是呢 也有一种潜贵胎 也比较致密 但是呢 它还有一种啊 这个不够致密的 辉煌神胎 有的呢 台体比较细腻 但是有的胎啊 也比较粗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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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啊 这个国谣都是阴魔术 并不是阴魔术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食物啊 就是这样的 一个特点呢 就是这个清幼 清幼呢 它是一种浅灰色的清幼 这种浅灰色的清幼 光泽柔美 它有一种深灰色的幼 它有一种呢 草米色的幼 黄色的 啊 草米色 这个名字啊 这个是浅灰色的 啊 深灰色 啊 就是那个 五种 这个丢种幼 丢种幼呢 就是有伪的清幼 非常有伪的清幼 它是一种薄胎 薄胎也很致密 那么厚幼 这个厚幼有清幼质感 所以水平比较高的一类 总的来说 熊悠士官员啊 薄种幼啊 它的薄粒子啊 都是薄粒幼 那么薄粒子呢 它有一些 但是不是很明亮的 薄粒子 它的光阵就比较弱 薄粒子啊 反光的能力不是很强 大概只是因为它神烧的关系 大概多多少少有点神烧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那个碎片 我们看那个碎片啊 那个那个那个 薄粒光啊 跟那个荣泉啊 跟那还是都不一样 大家不是在看啊 在在在在看那个碎片 我看一下 我们在切切整齐 每一道工序啊 都一时不够 啊 每一道工序都一时不够 很精细 再加上优伟的造型 加上优伟的像玉一样的幼层 所以南宋官员 它的别调得外高养 得外高养 因为反映出啊 这个 这个南宋统治者啊 追求的一种比较文雅的东西 那么它跟那个白宋官员相比呢 它有很多继承的东西 很多一样的东西 很多 有很多啊 继承的东西 基本的别调是一样的 但是它毕竟是在南方生产 啊 它毕竟是南方生产 啊 它毕竟是南方生产 所以呢 这有点这个南方艺术品的特点 南方艺术品的特点 啊 这个 这是这个 啊 修美术官员的特点 因为修美术官员啊 我们看的比较多 比较聚集 啊 我们这个 考古法治过程也去看了 在接收他们 验收他们 考古的验收会长 我们也都去了 还有后来 又开了一次国际会议 开了一次国际会长 在杭州 都看了 所以呢 做了以上的这个归纳 这边我们跟大家讲了一个管谣 就是交谈管谣 交谈管谣 在那个 这个杭州的这个郊区 宋代的皇帝啊 做祭祀签 祭天的那个地方 叫郊区一个 祭祀的坛 皇家的祭坛的旁边 叫做这个 交谈管谣 啊 交谈管谣 现在发的很早 大概 这个 这个 二十年代的 不 三十年代 上个世纪 三十年代就发现了 发现了 发现了以后呢 这个陆陆续续又罚罪 那么 这个解放以后呢 那就是大规则的发现了 现在呢 建了一个杭州国务馆 建了杭州官邀国务馆 大门 杭州南宋官邀国务馆 就要开放 那么 他的这个 这个作品呢 也比较多 战争打过来的话 就 就做不了了 然后呢 就是这个 后来 过了很长的时间 有人在上面呢 再来烧 再来烧 再来烧之后来 就烧出了国家 再来烧出国家 那么 这是这个 他们的关系 那么 交叹官邀在杭州的乌桂山下 在杭州的乌桂山 在杭州的乌桂山下 在杭州的乌桂山下 是那个 南宋皇帝啊 在郊区祭田的一个祭坛 和那个乌桂山之间 那一个狭长的地带里面建的窑 产品也比较复杂 这个 这个 这个确实成为管邀 实际上 就我的观点才开始来 是民邀 是民邀 因为啊 他这个窑里面 生产了很多 品种很杂 产量很大 那么 很多民间用的粗池 这是一般的浙江地区的 玻璃又很强的 出池 所以啊 并不是所有的 都烧了那个 管邀 管邀作品 管邀作品在里面的比例 并不是很大 现在呢 都把它叫管邀 管邀 就是管邀 实际上是为皇帝生产的 是为皇帝生产 生产生活用具 和这个一个民邀作法 那么 那么皇帝需要 他毕竟是有限的 那么他就被他烧 那么 那么皇帝不需要呢 他就双民间用的瓷器 双民间用的瓷器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是 产量很大 你看 他有这个 灰黄色的青柚 还有灰青色的青柚 还有杂色柚的青柴 还有许多 民间用的玻璃是很强的青柴 这些瓷器都比较粗糙 还有东西 还有 tvarea 还有获花 有�贴花 还有卷花的 还有一些核�花的 还有一些ật味酒 和一般的 来将去的青柴没有多少 那么典型的 就是为皇帝用的青柴呢 还是那种铁骨胎的 铁骨胎的 铁骨胎的 铁胎厚柚的青柴 0 油 fled criticizing 最典型的还是薄胎厚右的 铁骨胎的清除 它的质点有这几个方面 我跟他归了一下,大概还是五个方面 第一点,典型的焦太人下的环雅作品 这是那种贡皇宫用的清除 主要是晚、谈、碑、喜、香舞、秦、尊、宗世平 还有一个宗世平 这个宗世平 下山,上这里来 几天的那种千远地方 上面有八道的宗世平 然后宗世平 这些还有鸟吃饭 还有其他的药用具 还有水笔 第二个胎体 它有黑荷色的胎 灰荷色的胎 铁骨胎 胎体一般做的就比较薄 有的精巧气味 它这个胎体活着就有一些豪雨 甚至就是胎 它是怎么做得这么薄的 它是怎么做得这么薄的 做得这么薄的 它主要是把胎成心以后 它先修寡、修寡、修寡 上右上的比较多次上右 它一面 上右还让右面干了 干了它又刮 它又刮另一面 它另一面它又刮修 刮得非常的薄 它再上右上右上右 所以两层用尺 夹到中间 它只有一个好路 几乎是脱胎 几乎是脱胎了 就跟现在挤的这个脱胎子气一样 所以它能够做得这么薄 就是工匠下工区做的 下工区做的 所以台体 但是呢 很多脚胎官员的实际 台体还有比较粗 也比较粗 那么大多数是比较致命的 所以呢 它是这个 跟任何的次要 它都是一样 有一部分呢 是比较粗的作品 台也比较粗 又来也不是那么厚 但是呢 因为黄公匠的一部分呢 它是台体还比较薄的 又来比较厚 又来比较厚 这个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 它是艺术风格上 艺术风格上 艺术风格上 援习了德顺官员的风格 他们是叶珍啊 这个坦璋碧肯那里面写的 就是习故军 习故军一致 顾文简的那个 顾文简的复宣杂物 那里面他也生气 邪故军一致 就是 呈秦 邪故军一致 席故军一致 还照到北方来做的 照到北方来做的 但是他比白宗做的精巧 做的精巧,艺术上融合了南北艺术的风格 所以有的器物是做的器物小巧玲珑,但是气盘很大 用的线条比较刚硬 有一种大气盘,所以小气物大气盘 他就有这么一个东西 他这个气盘做的不是很粗大,但是他做的很有气盘 第四,清佑的特点是灰清佑 它是游灰色,约白色 游灰色的佑有细细的雪花重的斑点 也就是典型的冰液 另外一个卢瑶烧瓷,叫装霞博 枝钉比较小 有的那个枝钉,因为沿盘上只有一个钉 有的呢,三个钉,四个钉,七个钉,六个钉,不得 那么一个钉怎么用啊?一个钉怎么用啊? 它这个做那些气物局都不行 它是那个稍微带有三组的那个气 比如说炉啊,比如说黎形炉啊,香炉啊,它是三个组 三个组呢,它一个组上面进一个直钉 所以那这个直钉啊,是很重的 现在啊,在杭州这个文物市场这个直钉也很直钉 也很直钉 你像那个交产官员的直钉上面 那个电底上面有个老虎,老虎动嘛 哦,那就直不得了,那是非常非常贵的那个摇取 所以有的主板屋上面都把它用出来 都把它用出来 那么一些,在五公店里拿来卖 那些海外的华人呢,都见了主板 还有,还像我学校那样,我有一个老虎动的 上面有老虎的一个直钉 他们也能够出发 那么我们呢,跟大家 我给大家,各位朋友介绍介绍 这个蓝宋官员的鉴定 蓝宋官员的鉴定呢,我们这个 这个行为室官员啊,跟那个交产官员一起 一起鉴定 要说把这两个官员分开来鉴定呢 其实是蓝的固定啊,没那么大的本事啊 我是走不到啊,我走不到啊,鉴定不出来啊 你说,单独的,这是行为室官员 而且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假的是什么 那么这个,这个交产官员,那么假的是什么 他跟,实际上这个古董贩子啊,这个做夹古董人啊 他仿的啊,仿假的夹古董啊,他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修为室官员 或者这个,这个交产官员,他一起仿 仿的只要是蓝宋官员的东西,他都仿 他绝不分开,他绝不分开 只要赚钱就行,他只要赚钱就行 那么他是,他是这么一个,呃,一个情况 啊,这个,那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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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那个,啊,烧枕的温度呢 经过垂直是1230度到1200度 到1200度度,实际上呢,树烧培体 再上又高温再烧,烧枕的温度呢 最高温度呢,实际上应该5280度 那么,北宋官员,这个,这个,这个, 南宋官员的鉴定,修理士官员啊 啊,我这个,这个,调谈官员的鉴定呢 啊,第一点,第一点,我们要,要介绍的是 北宋官员和南宋官员之间的区别 啊,北宋官员和南宋官员之间的区别 啊,北宋官员和南宋官员啊,北宋官员的气形雄放壮美 规格比较大,一般的规格比较大 它体现的是北方,皇后文明的意识风格,啊,它已经拆植比较厚 啊,北宋官员的气味比较大,啊,幼成也比较厚 啊,它整个来讲,啊,它体现了一种北方,啊,黄后衣术的风格 它没有那个,薄到一毫米啊,或者两毫米那样的柴体,啊,没有 它只是有薄差,厚、幼,但是没有,没有,没有,没薄到那么厉害 所以,南宋官员啊,在艺术上,永住南北,啊,在艺术上,永住南北的基础上啊,啊,这个,创造了新的艺术权 啊,艺术上,啊,艺术上,啊,艺术上永住南北,啊,艺术上永住南北,啊,艺术上永住南北 是浅灰色,比较致力,比较厚,烧结人好,它的烧结比较好一些,它好像升烧的现象是多的,它没有像南方的官邀啊,修律师官邀啊,或那些男生官邀,他们墙内洗水的现象还没有发现,我们刚才介绍的一样,为什么呢?房门在做房门的是房屏,整屏没有房门的现象, 所以本整体呢,还是烧结比较厚,所以它没有洗水的现象,南宋官邀,台体种类比较多,那么有的致力,有的不致力,有的寒沙,有的不寒沙,所以粗细,还有呢,生烧,镇烧,那么这些都有,镇烧,镇烧就刚刚烧好,镇烧回度不低,精密者,台体很精密者,在南宋官邀当中, 在南宋官邀当中,台体很精密者,不太多,那么再一个特点呢,我们用方大学下面看了,北宋官邀的台体,它是北方赤土的,北方赤土的是泥土状的,所以烧起来啊,它是比较细腻,比较细腻就是那个,就像那个,像什么呢?反正它,它就跟南方不一样, 南宋官邀当中,它的台体,在方赤土下面看,像烧石,像烧石,像烧化烧石,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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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生高林土,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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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生高林土,呢,它就是烧石状的,烧化,烧化烧石,它是烧石状的, 他没有经过地下属的搬家,没有成继承的遗族状,所以他是延世状。 所以南宋官员的台体,他在放大人下面看了一个像延世状,跟北方很吸引力的没有延世状的现象。 他在南北上是不一样的,再来韩英典沙律,他都是韩英典北沙,跟南北封面比较亲密。 第三点,幼城上一般来讲,北宋官员幼城比较厚,幼的美玉的质感比较强。 美玉的质感比较强。南宋官员有玻璃柚,有美玉的石头柚,他这个美玉的石头柚,石具柚柚。 因为美玉的石头柚,美玉的石头柚。 那么它的柚多种多样。南宋官员的柚啊,品种啊,样子啊,很多。 也就是说我们开会啊,他们考古工作得把那个展品摆出来,摆出来一个成熟,大家看啊,这个柚有很多种。 有很多人懂的,这个质地上,颜色上,厚格上,都有一定的区别。 但是北宋官员啊,一个看的东西少,一个呢,平等也比较少。 所以,北宋官员的右肩量就比较少一些,右肩量就比较少一些。 那没有办法,没有很多工夫,没有很多工夫。 不见大小相错,排列比较有序,排列比较有序。 那么这个南宋官员呢,他的这个台品比较稀碎,排列啊,国律性不强。 而且特别是那个什么,一个又压着一个,一个开片,一个开片,一个开片,压着一个开片的现象,北宋官员就有了。 他真的想冰灭,他那个冰灭,碎灭了,那个冰灭的现象,南宋官员比较明显,北宋官员就有了。 北宋官员就是大小,呃,就是大小开片,我们面上就这样就行了。 他那个时候压着一个片纹,再压着一个片纹,再压着一个片纹,再压着一个片纹,它有几层片纹压到一起,一起开业出来。 所以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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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别还是非常的清准的,非常清准。 那么这个真假的区别,现在我们讲渐渐真,真,真古董,贾古董的区别。 那么贾古董呢,在那个早期的,早期的房品,早期的男生官员的房品是胚胎,早期的房品是胚胎, 这次追求亲友能够达到官员的特点 就是大概七十年代他们南方地区访的 他也听说海外一起访的他是北台 又来也比较厚 但是一般是亲友 玻璃有开篇比较暴力 玻璃广直也比较强 这个家屏比较明显 比较有名见底 他们有那种温润的光队 没有那么温润的光队 这个台体呢 这个后来的房屏 后来的现在的房屏 现在的房屏呢 这个温润呢 温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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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这个 残留类的石银叶的物质 没有像真品那样 里面有一些石银叶残留物 所以基本上是玻璃幼 温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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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瓷器了,摩托都不像瓷器了,就是像一块玉,全身都比玉还稀,但是又不是拍,所以还是用。 这个现象是现在新的在市面上的来生观感,一个最容易引人的地方,摩托它非常细滑。 你说它是假的吗?又可惜,又真的吗?有点将心将疑。 我们是在杭州开会的时候,在文物市场上,在杭州有一条街,晚上开会自由活动,我们到市场上去逛街,逛街去看。 就会有一个不同处理的商人,拿出一个香味,拿出一个男生的香味,非常漂亮,很完整,香荣。 那么,当时我们去看看,其实我们当时对这个事情也不认识,不是很了解。 这个东西,因为它现在新技术搞的东西,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是要看到一个才知道。 我们没看到,没见过,也真是不认识,所以感到很奇怪。 但是它就是一个破绽,一下把我抓,一下被我抓住了。 他这么好一个,一个大的香味,非常漂亮的香味。 他说,你看,这个香味很完整,收场家拿出不错,老先生,你能够有一些收场的话,你会有多少钱。 或者多少钱?当然要问价钱要好。 这一问价钱,这个矛盾一下就暴露了,说三十万块钱,三十万块钱。 我说,三十万块钱。我说,你开玩笑啊,你啊。 因为这么好一个东西,你最少要得七八十万或者上百万。 香港我们有一个朋友买的一个香荣,没得那么好,没那么大,五十万港币。 他这个这么漂亮,这么好的东西,才三十万块钱。 而且三十万就是要无价的,你还可以讨价还价。 我说,你这个东西,你这个开什么玩笑? 我这么开玩笑,他这么开玩笑,并不是说他那个东西是假的。 而是说,你的东西太便宜了,他一天来你。 你认出来了,我怎么呢?怎么认出来了?我没有认出来了。 那我说,你一定认出来了。 那我说,你一定认出来了。 我说,你说什么认出来了?你说吧。 他说,你认出我这个东西有问题。 我心想呢? 我是说,你价钱有问题,我并没看出来的都有。 我说,你说说你的问题。 你问题在哪儿,你把人家摆摆。 你坐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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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就告诉你,他这个东西真是假的。 他这个价钱用不用钱。 他这个价钱用不用钱。 他说,假的呀,他是, 他说,他说原来是摩浴的机器。摩浴的机器。 现在呢,你把它弄来。 电动来控制来给摩浴机器。 他的胎是朱沙胎。 辉克胎。 辉克胎,辉克胎现在形犯的平。 辉克胎是辉克胎, 比这个真平要致命要坚硬。 比这个真平要致命要坚硬。 他这个胎体的表面要出现一种核是红的现象。 他这个核是红就是朱沙一样红的。 红的比较厌。 其实他是一种辉克胎的胎。 所以,这个假的南宋的官邀, 还是比较有利鉴定。 所以我们把南宋官邀的鉴定也就是为这样。 现在我们再往下看看。 这个是什么? 真平没有坚硬的? 真平呢? 这个是什么坚硬? 这个是坚硬的。 这个是坚硬的。 这口语不然形成? 那口语不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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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东西我建议远离他。 不要提供,不要提供。 这是官邀的一个章子。 我们又是相同口。 这个是相同口,他不至于矛盾,就是矛盾。 矛盾的一个苏尚家,前农。 清朝前农的皇帝,他有矛盾,他就让人家伤心。 这样一样,让人家伤心。 这也相同口语。 他讨厌我。 那这可能是矛盾,或者是矛盾,或者是什么缺陷,或者是什么缺陷, 他让人家伤心。 那这个是很理想的。 这是官邀的形状。 这是一个官邀的瓶子。 他说梅冰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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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定有的这种形状。 对,对,对。 他的头面。 很像。 这是一个。 在想象未经认的形状。 我来说梅冰一样。